每次买了奶油,总有剩的奶油吃不完 今天就用吃剩的奶油做一个好吃又简单的裸蛋糕 既可以消耗奶油,也可以让孩子减减肠 而且做法简单,几乎不会失败 先来做可口蛋糕胚 玉米油加在碗中 把滴粉和可口粉过筛到碗中 搅拌均匀 加入4个蛋黄 牛奶 彻底拌均匀 面糊是这样浓稠顺滑的状态就可以了 4个蛋劲分次加入白塔打发 打到提起打蛋器有大大的尖角就可以了 切分一部分的蛋白霜到蛋黄糊里面 翻拌均匀 再倒回到蛋盆盆里 继续翻拌均匀 先用蛋抽翻拌,这样翻拌的更快一点 最后用刮刀彻底的翻拌 倒在方形的烤盘里 摊平整 放在预热好的烤箱上下火150度 烤大约30分钟左右 烤好之后取出来,放在烤架上 把油纸撕掉,晾凉备用 准备200克的淡奶油 加入白糖 刷入可可粉 打至有明显的纹路 装在裱花袋里,冷藏备用 大糕分成均匀的四等份 放在盘子上 把奶油挤上去 重复一张 继续挤满奶油 一次来推 全部挤完 最后放上饼干 坚果装饰 这样一个简单又好看的老蛋糕就做好了 可可蛋糕跟奶油真的是绝配 甜而不腻,越吃越香 喜欢视频的小伙伴 别忘记点击关注哦 感谢观看